看到救護車抵達這個巷弄內的現場 已經有一群人是圍在大馬路上 在等救護人員來急救 因為地上倒的就是獄警 當地的一個鄰長 他是頭部明顯流血受傷 而且是失去意識 因為在這個出山的時候 鄰長被附近的鄰居 用這個鐵器來攻擊 打到頭破血流 事後當事人雖然在這個送醫救治之下 已經順利出院 但是臉上的傷還是相當明顯 先來聽他的稍早訪問 好 可以看到不只眼睛裡還有血塊 頭部上的瘀青 傷痕 都還是相當的明顯 那麼目前警方是接獲報案之後 已經來深入調查中 這一次這名蘇信男子持鐵器 來攻擊當地里長 也被依殺人未遂恐嚇傷害案件 繼續整版中